不知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超市的优惠券呢? 在美国每年生产商会发费超过三一张的优惠券 超过75%的购物者会时不时的使用这些优惠券 来自宾州伊利的艾伯被大家称为是优惠券将军 每次购物都会指挥家中的几个孩子 利用手中的优惠券来大肆采购 艾伯与他的丈夫瑞克有七个孩子 优惠券对艾伯来说不仅仅是爱好 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使用优惠券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他积累了价值超过三万美元的生活用品 地下室一排排的货架 各类东西摆得整整细细的 银拉满目 有调味料 罐头 200瓶的烧烤酱 500瓶意大利面酱 和可以使用两年的洗衣粉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到一个超市的仓库呢 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有些也仅仅支付了几十美分而已 除了这个仓库外 还有一个被孩子们寄予的区域 他得用钥匙锁上 打开一看都是各种的零食 一听到开门的声音 孩子们都蜂蜜而至 各种小吃糖果和巧克力 薯片汽水 都在这个房间里 艾伯每周会花16个小时 寻找超市广告单的特价商品 然后根据区域来收集优惠券 今天艾伯的任务很艰巨 他不仅仅是为了他一家之口的购物 而且还要在周日聚会后 为大约200人提供食物 为了喂饱家人和教堂教友们的肚子 艾伯拟定了一张购物清单 零售价超过1000美元 而他只会带100美元来个破釜成舟 那么他能用优惠券抵消这么多的钱吗 他带领6个孩子排成排的一同前往超市 清单的第一个是意面 这是教会活动的主食 原价1.69美元一盒 但现在打折5美元5盒 还有50美分的约会券 可以叠加使用 也就是说不要钱 那么就先来100盒 下一个清单是混合零食 原价每包3美元 现在打折5美元5包 使用了50美分的约会券后 也就是每包需要再支付50美分即可 接下来又购买了沙拉肉类等其他东西 在购物两个半小时后 并把运汇券与400件商品对上之后 艾伯和他的购物部队前往收银台了 整整满满的六腿车的东西 这下收银员有机会得到锻炼了 一车扫描完又一车 金额很快来到了300美元 各种食物肉类求水 应有尽有 终于扫描完成 总的零售价超过了1140美元 打折后的价格是594.33美元 现在该看看到底优惠券 能不能抵消这么多的钱呢 随着扫描的优惠券 金额也在不断地减少 直到结账系统遇到困难 已达到最大的扫描次数 只好叫来经理 但经理的权限不够 更改不了这的限制 但好在经理这人还不错 让收益员手动输入剩下的优惠券的编码 这真的很费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收益员手动输入了300多张的优惠券 终于把最后一批的优惠券输入完成了 最后需要支付的金额是33.61美元 高兴的爱博收入足导 这次爱博的战利品有32瓶的运动饮料 60代的沙拉 两百合各式的意面 总的零售金额是1146.13美元的东西 到最后他只支付了33.61美元 节省了97%的购物金额 捐出了两个月的食物给教堂的信徒们 周日爱博一家人在教堂忙活开了 今天准备的是通心粉和肉丸 各种点心沙拉都有 使用优惠券购物一方面能省钱 还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这也是爱博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这类的视频 请在下方留言 关注白日有梦 我是小白 咱们下期见